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这次武汉肺炎疫情竟然让国际上一般人为的麻吉也翻脸了 到底它有多毒啊 我们来看武汉肺炎的病毒传染力比SARS强10到20倍吗 有美国研究说 武汉病毒S蛋白加上人体的ACE2进入了细胞之后 感染的规模会等比暴增 看不见 好 来问一下李医师 这什么意思 他的意思是说我们病毒要攻击人类 他一定要创透细胞膜 因为细胞膜是我们的护城河 你要 他要到细胞里面才能作怪 但是我们这边就有成本在把守 他进不去 所以他一定要找一个人类细胞上面的一个叫做蛋白塑体 然后跟他有亲和力 我们的细胞膜就是有一个反射动作 你那外来什么东西 跟我们的蛋白有亲密结合的话 我们就认为是自己人 会放他进来 所以的那个 所以有点像通关密码 有点像钥匙或通关密码 有点像钥匙 对 所以武汉病毒它外面的那个钥匙 就是S蛋白 它一个一个涂起来的那个S蛋白 我们人类细胞 所以这个吐起来这个叫S蛋白 对 我们经常说它像个皇冠一样 那是S蛋白 然后细胞 我们的细胞里面有ACE2 它是为了要接受我们的后门的调节 做的一些蛋白 它就跟这个ACE2结合 结合以后呢 骗我们的细胞说 这是自己人 就把它吞进来 吞进来它就开始繁殖 然后就破坏你的细胞 这是一个关键的阶段 这个病毒如果没有办法 跟我们的细胞有很强的粘附力的话 它就没有办法攻击我们 好 那现在它说 这个轻合力是10到20倍 所以表示说 它比SARS可能更具传染力 因为它跟那个 跟我们的ACE2 它两个都是用ACE2 所以我们的ACE2很可能 会以为它是我们的好朋友 对 而且它轻合 那个钥匙又万能钥匙 万能钥匙 就是开得比较顺 10到20倍 可是我觉得这里 那我先把这一对捏一下 这样我们就听懂了 我们再回来捏我们就看得懂了 美国最新研究是这么说的 人体ACE2 这个蛋白跟武汉肺炎病毒的 S蛋白结合的轻合力 会让大家以为 让我们的身体以为 它是我们的好朋友 比起SARS病毒的S蛋白结合 轻合力高10到20倍 它这个钥匙是万能钥匙 所以这意味着 武汉肺炎的传染性 远比SARS腔 也首次对于武汉肺炎病毒 刺涂蛋白 就是那个皇冠 是不是 一个一个 就是S蛋白的冷冻电竞结构 进行了研究 所以出了一份研究报告 这样我们有点看懂了 所以它的传染力 就比SARS强10到20倍 所以它的感染规模 就会得比暴增吗 这只是假设而已 因为还有很多其他的因素 比如说 你人体孵出来的病毒有多少 SARS如果是 打一个喷嚏 孵出1万支病毒 5万肺炎 它打一个喷嚏 100支病毒 你要看病毒量 还有一个叫做感染剂量 Infected dose 就要做实验才知道 你是有的病毒 你可能要喷10支 你才会生病 有的要喷100支 你才会生病 那个才是 直接测量它的传染力 这个只是间接证据 表示说有这个可能性 但是你要证明 它的传染性比SARS强 你必须要做其他的实验去证实 好 那潘老师 他谈到感染规模等比暴增 当时的这份研究报告 把这一次的武汉肺炎 它分了几个时段来做研究 对 它是用10天当一个阶段 所以你可以看到 在这个地方是封城 1月23号是封城 所以封城之后 它显著下降 这就是人为干预 人为干预 所以人为干预 就会严重影响R0值 有看我们节目的人都知道 传染力 对 传染力就会很显度的下降 但是如果没有人为干预前 那你就会看到 它每10天 就会增加一次 你可以看到 从原来的104人 10天后增加 大概将近5倍到6倍 然后再过10天 增加将近10倍 然后再过10天 增加又将近5 6倍 所以因此 它用这种的算法 它说 其实原来它的所谓的R0值 大概接近4到5 因为每次都跳5倍左右 一个换5个 5个换50个 50个换2500个 就这样跳上去 可是因为这个R0值 会受到人类的干预 因为人为干预 人为干预就掉下来 所以现在目前我们逐渐在下降 所以因此 他这一篇文章最大的亮点 在于他把这个发病前期 分成每10天一个间隔 算出来 他的传染能力是相当的强 然后再利用这个实际的例子 去用科学去解释 所以他就是除了做科学 就有些人他只是做科学 然后他去想 他的传染力是多少 但是他又把真正的传染力 又再拿出来 所以他这篇文章是 实际的案例跟科学做结合 然后让你知道说 我已经知道他的结合力很强 他肯定传染性很强 然后我再把它分成 10天一个阶段 再告诉你他真的很强 所以我这篇文章就有说服力了 所以他真的很强 他的传染力真的很强 当然了 目前我们已经知道 他的传染率肯定比 那个SARS来得高 因为为什么 因为SARS八个月才多少 八千人 是不是 你记不记得 现在已经 那现在我们才 我们现在才两三个月 从12月到2月 差不多两三个月 七万多人 那你认为谁 那你认为谁强 那人为干预 其实我们干预得更强烈 因为人类的技术在进步 人类不可能不进步 流感上周爆15死 季节性流感和武汉肺炎 谁才是头号杀手 潘老师 好 我想这样子 就说如果你看这个 所谓的武汉肺炎的话 到目前为止 我们台湾只有一死 只有一死 那可是如果你看流感的话 光上一周就15死 所以如果从这个角度来看的话 大家恐惧武汉肺炎那种感觉 可以比流感高十几倍 二十倍以上的恐惧 可是完全不去防流感 对我们死亡的这个影响 所以从这个角度来看 这意思是叫我们 赶快去打流感疫苗吗 流感疫苗一定要打 为什么 因为你如果不去打流感疫苗 你有两个坏处 一个坏处是当你流感很严重的时候 你要去看病 你去看病的时候 到了医院的地方 它就是一个高感染区 所以如果你有打流感疫苗 你就比较不需要去上医院 就可以让我们医疗人力 稍微缓一缓 或者是说 你自己的风险额也会降低 另外你可以看到 在死亡的部分来讲 他死亡的人数 我们不要讲死亡率 因为死亡率 因为流感大家都比较不怕 所以得到就得到 比如说举个例子来讲 阿关你如果流感咳嗽 我们可能还敢跟你聚餐 现在你如果一咳嗽 我们以为你是武汉肺炎 我们吓死了 我们都躲开了 但是我如果是流感 当时感染人数是8000人 整体死亡率是10% 武汉肺炎 当时中国科学家在做研究的时候 当时的感染人数是4万5 4万5千人 就那时候做的时候 但现在已经7万5了 现在已经7万5了 死亡率也差不多2点多了 但死亡率差不多 也差不多2点多 流感有数百万人 死亡率是0.1% 在美国的流感 这一波死蛮多人 据说感染了2千万人 死亡率0.1% 所以不能轻忽流感 对啊 我们每年的流感重症死亡 人数大部分是100到200之间 严重的流感突变 大流行的时候会200到300 所以我们每年都会有几百 而且这个可能只是一个 冰山的一角 因为有些死亡的病例 可能他没有去做流感的检验 没有出来 所以事实上流感 致死的人数 每年都是至少几百个 那因为我不太有概念 所以我要问一下医生 上个礼拜 15死 这个数字有意义吗 这是代表流感要爆发大流行吗 还好 因为我看最近疾管署的数字 看起来的话 我们今年的流感跟晚年 并没有比较严重的样子 并没有比较严重 因为我觉得武汉肺炎 还是会有影响 你看以前 大家也都无所事事 就让流感这样流行 现在大家都有所事事 每个人都戴口罩 顺便把所有的传染病都预防了 所以我们现在很明显的 观察到一个现象 所有的医院诊所的生意都下降了 那个生意下降当然有两个因素 一个是说 一旦民众小病的话 不敢去看医生 我们还要讲医院诊所是生意 医院诊所不是生意 病患数下降 那不是做行李 对啊 不是 我刚刚讲生意是不是 对 你刚刚讲生意 我们先修正一下 专业的生意 不管了 可是医院诊所的病患数下降 病患数下降 好 病患数下降 可能是有很多人生病不敢去看病 另外一个因素是 大家戴口罩 又一直一直在喷酒精 流感传染的人数就比较少 我们很好玩的是 在这种时刻 个人卫生做得非常好 所以个人卫生做好 是所有病都下降 然后等到这个 你就我们家现在回家 规定一记家门 第一件事先洗手 我知道 那如果你这个 如果你这个习惯 能够养成药 可是我们很好玩 只要等这个病过去 回家就不洗手了 又不洗手 我跟你讲 又是一样 就很奇怪 你知道吗 但是今年的流感疫苗 不是说没有猜中吗 对 他的 那没有猜中我打他有用吗 当然有用 因为我们是试驾 2A 2B 那听说是B流都没猜到 但是你还防2A 2A都有弄到 那个B 其实几个月前我就讲 B mismatch 不符合疫苗株 并不代表它会大流行 因为你要考虑到说 这个B 它虽然是普遍的 但是它的传染力是怎么样 它搞不好不太会传染 而且那个B 变形的B 去年3 4月就出来了 一直到10月 11月都没有流行 所以虽然我们没有猜到 但它没有很厉害 对 那支病毒的传染力不太好 所以那支病毒 不要怕 不要怕 是弱基 好 那支病毒是弱基 不要吵味 好 我们再往下看 下一个问题 武汉病毒在物体表面 到底可以活几天呢 现在有人说可以活9天 好加厉害 所以专家说 酒精双饶水漂白水 60秒内可以抗毒 所以下列的清洁剂呢 要60秒啊 来我们来看流感病毒 刚才既然谈到流感 流感病毒存活的时间 今天我们来比较一下是48小时 但武汉病毒存活的时间 可以高达9天平均4到5天 所以 这很亂名 对 所以它基本上来讲 它是受到环境很大的因素 我曾经有讲过就是比如说 环境的温度 环境的湿度 等等的 当然有没有人去擦室等等 也都有关系 所以不管如何 就是说我们是建议就是说 如果这个是一个公共场合 那这个60秒的意思是 我们要差60秒 没有 就是说他碰到他 要给他60秒的作用时间 因为就好像说 你把我丢到水里去 我怕你都丢到水 就算不会游泳 你也要几分钟才会死 也不是马上死 你不要乱讲 我还要挣扎一下 对 所以我的意思就是 你要给他一个时间作用 你要给他作用 他不是瞬间 没那么瞬间 所以武汉病毒就沦迷安 我们刚刚谈到 他会受到环境的一些 看起来比流感病毒 稍微命嫩一点 韧性一点 对 所以这个比较难对付 其实我对这数字 是有点怀疑 你又怀疑人家 你常常在怀疑人家专家的报告 学者就是要怀疑 要发掘真理 那不疑处有疑 不同的研究 他设定的条件会不一样 就是说大部分的报告 对流感存活的时间 有的时候半天 有的时候三天 都有 又有三天 还有看他的 在哪里做实验 像禽流感 禽流感很特别 禽流感因为会从 禽鳥的粪便排出 它在粪便里面可以活一个月 可是它很活很久 它的环境很安 很保护性 它是环境温度濕度适合 而且不会被紫外线 照到的话 一隔月没问题 所以武汉病毒的存活时间 就看你的实验条件 你是光滑的 或者是粗糙的 你是玻璃的 还是算是布支的 它其实都不与它一样 那这个数字 对我们的意义是什么 对我们的意义就是说 希望大家对于 比如说 假设一个确诊病例 或者是一个疑似病例 它在那边待过离开了 你不要以为说 一天后就没事 或两天后就没事 你最好还是要做消毒的动作 所以任何 就像它来过之后 对 你一定要做消毒 可能九天 可能九天都还有那个火灵处站 所以现在目前就是 任何的工作场所 比如说像餐厅 或者是公车车厢 決定车厢 我们基本上是每天 会消毒好几次 就这个列车 只要到了我们的近站 我们就会消毒一次 然后再让它出站 我懂了 所以它命可以活这么久 我们就要注意了 这个确诊者的路线图搞懂之后 对 就要好好认真消毒 你讲得对 你讲得对 很肺炎 目前没有趋缓的迹象 我们到底又应该怎么保 我们自己的命呢 来想增强免疫力 很多人就想说 那我就要认真运动 我认真运动 才可以增强免疫力 因为李医师经常说 关键在免疫力 所以多运动可以增强免疫力吗 但是竟然有人说 多运动不好 运动会引起免疫开窗现象 反而会成为病毒入侵的对象 怎么会多运动 反而让病毒入侵呢 这跟我们过去对运动的理解 完全不同潘医师 潘老师 所以你想想看 如果说我们的免疫系统是国军部队 那国军部队如果适当操练 每天练个两三小时 这部队战力会提高 但是如果这部队连操三天 这部队是没有战力的 因为他已经累了 所以我们的身体也是一样 就是说呢 我们每次强调运动叫适当运动 适当运动对每个人是不一样的 其实他这个线化的可能只是针对一些正常人 如果你是有什么特殊疾病的人 你如果是运动达到超越你的负荷 心脏负荷或什么负荷 这免疫力是完全下降的 所以我建议 所以所谓免疫开窗现象是什么意思 免疫开窗就是说 你的身体其实超过了负荷量 所有的身体的力量都要拿去做修补了 没有空来抵抗外敌了 好 那我们再讲更具体一点 开窗现象有报告说 就是当高强度运动的3到24小时之内 就会造成淋巴细胞活性下降 那个时候呢 就会引起免疫系统低下 造成细菌和病毒容易趁虚而入 所以讲的更具体一点是不是 我们如果一起运动 过度运动之后的3到24小时是最危险 你正在运动的时候 你想想看啊 你的身体能量供给就会有问题 你吃的东西 你吸进去的氧气是有限制的 你如果都运动 就是让我们的骨骼肌肉去消耗掉这些氧气 你的淋巴球你的免疫系统 所以现在我们是运动还不运动呢 我适度运动 对啊 一个就是以前很多人做那个 马拉松选手的那个调查 马拉松选手在比赛前训练一个月的时候 一个月的那个时间感冒次数增加 是这样 还有以前有一个动物实验 他让那个老鼠去得到残病毒 然后有的老鼠就每天游泳一个小时 他其实是把那老鼠就丢到水里面去生长 我想说老鼠儿自己去游泳 他是一种虐待动物的实验 看他快死了再把他捞起来 联系一个礼拜这样虐待以后 那个老鼠 那个残病毒产生新肌炎的比例大幅增加 所以没有去游泳的老鼠 就安享天年 然后这个 运动的老鼠就心肌炎死掉 为什么呢 就是每一系统 我们的每一系统就是没有办法承受 那么多能量的消耗 你的肌肉运动的时候 就是会让你的那个能量 厚勤补给 所以我们可以准备了 所以我们可以做出了更多的 我们可以做出了更多的 那么多的